春朗花开 热热香将近有600多公顷的文旦幼园 树上幼花正值开花期 由于有70%幼花落土化春宁 除了衍生当季限定的幼香蜜红茶品的产业 热热香农会透过全国性的幼花这一厢路跑活动 正式启动文旦幼产销作业 总干事黄胜黄表示 目前幼花开了有6成左右了 3月21号单天 路跑赛花振盛 欢迎大家一起来共襄盛局 顺着河干文旦幼专区的龙鹿蜿蜒而上 树梢上白色幼花朵朵绽放 有如白雪般的点缀绿叶间 以下车里可被文旦幼花 淡雅清香的香气包围 令人心旷神疑 我们瑞瑞香的文旦幼花 已经陆陆续续在开放了 目前已经开了将近6成左右 整个800公顷的花一起开放 可以说现在瑞瑞香是全台湾最乡的一个乡镇 我们预计在3月21号要办理这个 又花追乡的路跑活动 这个活动是从 上周是从台南麻豆开始 那这周21号是在瑞瑞 那下一周28号是在这个宜兰的东山 我们希望透过这个又花路跑的活动 能够串联我们整个台湾的文旦产业 瑞瑞香将近600多公顷的文旦幼园 三月树上又花正值开花期 迷人清香弥漫在空气当中 成为了全台最乡的乡镇 文旦又花 花团紧促的盛开着 但却有70%以上的花朵 最终落土化作春泥 因此当地茶农 利用了又花香气 烘焙制作又花蜜香红茶茶品 当即限定相当受到消费者的欢迎 也成就了又花蜜香红茶品的产业 再者农会也透过了全国性的 又花追香路跑活动 正式启动今年文旦又的产销工作 那你如果来不及报名 我们的这个又花路跑的活动的话 那我们也欢迎从这个礼拜开始 一直到4月初 您都可以自行到我们这个瑞瑞香 来赏花闻又花香 那除了闻又花香之外 我们也可以来品尝我们在地的 知名的这个又花红茶 又花绿茶等等 那当然也可以去泡泡我们的温泉 那到这去来做一个深度的体验之旅 3月春暖花开 全乡文旦又花陆续开花 目前花矿将近6成左右 21号当日的路跑赛华整胜 总干事黄胜黄也祝福美位路跑好手 在文旦又花飘散淡雅清香的空气当中 路跑创下佳基 记者石玉兰瑞岁采访报道 可以试过来的路上 再重新击地的路上 感谢观看